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五花楠和大葱来做一道家常菜 肉呢首先把它洗干净 肉皮刮一刮 然后呢我们切成条状 那切的时候呢稍微留心一下 瘦的和肥的均匀分配 不要这样切切切切到这边 然后这边是瘦的 然后这边都是肥的 我们就顺着切 今天我们只要用一半就可以 另外的一半 你可以放冰箱冷藏 也可以给它先处理后再冷藏 我们切成一寸多的宽度 早早就煮上一锅水 水开后肉下 再开我们加一些料酒 盖上盖 小火焖煮 那我们煮到 一筷子下去 没有血水渗出来 就可以捞出了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十分钟上下 凉后呢我们切片 不要切得太薄 不要切得太薄 那这个大葱呢不能这样就这样整只的冲洗 冲好你就觉得好了完事了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叶子和梗的交接处 切断它 这里面哈 藏着很多 就会拿泥 泥巴 你要这样一张一张打开 才能清洗干净 那清洗后呢 我们就把它改刀 开火放少许油 那如果你肉很瘦的话 你可以多放一些 肉一块一块放入 火不要太大 慢煎 那我们早早撒上一层盐 让肉早早入味 翻面 那如果爆的厉害 你可以盖个锅盖 两面都微黄了 这个油就出的差不多了 我们喷一些料酒 盖一个锅盖 几秒钟就好 咸咸香 不要选油多 韭菜类的 大蒜类的 这些都吃油 我们把肉 剔至一边就好 大葱下 然后火稍微变大 慢慢的不停的翻炒 先把大葱炒到有点缩水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肉混在一起翻炒 然后我们猪点水 盖个盖子 把大葱烧到糯糯的 盖个两三分钟锅盖 我们加一些生抽 那如果你想吃一点辣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辣椒酱 或者辣的辣椒也行 如果这个时候你常常觉得大葱还不够烂 还不糯 我们就再炒一会 因为这个大葱好 一定要炒的糯糯的 烂烂的才好吃 最后加少少糖 调鲜 这道菜就好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